好,我们接下来讲四之三,基因表现的调控 首先我们翻到讲义155页的部分 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候法国有两位科学家 一个叫做甲科,一个叫莫诺 他们想知道呢,那生物到底是用什么样方式控制基因表现 那当时候这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呢 我们可以说是生物界里面最简单的生物叫大肠杆菌 他们主要是观察到大肠杆菌呢 在有葡萄糖跟没有葡萄糖的状况之下 会因为环境的一个糖分的种类不同 而调控特定的基因表现,进而产生特定的小数 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在你们讲义的155页的中间有这个表格 就是说大肠杆菌呢,基本上呢 环境当中有葡萄糖的时候 它会摄取葡萄糖作为有氧呼吸的最主要的 就是摄取葡萄糖去进行有氧呼吸产生能量 可是当环境没有葡萄糖的时候呢 只有乳糖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乳糖是一种双糖 它是由半乳糖加葡萄糖所构成 可是当环境没有葡萄糖只有乳糖的时候 那大肠感觉会怎么做呢 那这两个科学家就发现说呢 当环境中没有乳糖的时候呢 这个大肠感觉就不会产生一些 跟乳糖分解吸收有关系的酵素 可是当环境有乳糖出现的时候 而且先决条件是没有葡萄糖 没有葡萄糖只有乳糖 所以它必须摄取乳糖里面的葡萄糖 来作为有氧护性 产生能量的原料来源 这个时候呢 大肠感菌就不得不产生一些 跟乳糖分解吸收有关系的酵素 那我们都知道呢 酵素是蛋白质 蛋白质怎么来的 是经由基因的转入跟转移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去做一个结论 当培养基当中含葡萄糖 不含乳糖的时候呢 大肠感菌直接摄取葡萄糖 作为有氧护性的原料来源 那这时候呢 跟乳糖分解吸收的相关的酵素的基因 基本上就不表现 所谓的不表现 它就是不会产生这些酵素 可是当环境当中 没有葡萄糖可以利用 只有乳糖的时候呢 它不得不用乳糖的时候呢 这个大肠感菌呢 就会开启了跟乳糖 吸收分解有关系的酵素 来产生这些酵素 来去针对这个乳糖 来分解做吸收 那最早最早科学家 是在大肠感菌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好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 图形在你讲义的155页的下方 那接下来讲的东西呢 它非常非常多的专有名词 而且是你从来没看过的 那我想同学你现在在手边呢 先专心听老师讲 那等一下老师呢 会带你回去看讲义的重点的部分 带你逐一来画重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影片 它的标题叫做 原核生物的调控模式 也就是说 当然不可会言呢 真核生物的一个基因调控模式 当然是相对复杂非常的多 种类也相对的复杂 那我们就以最简单的原核生物 怎么控制它的基因表现的模式 来作为今天我们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原核生物在调控这个基因表现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东西叫做操纵组 各位同学你看看下面 下面这个图 我游标所指的这个地方 是这个图形 首先呢 我们看到一个叫构造基因 所以构造基因就是这个操纵组 主要要产生的酵素 而这三个构造基因分别叫做 Leg Z Leg Y 跟Leg A Leg Leg 其实就是乳糖的字头 所以这三个构造基因 未来会转入转印产生的酵素 是跟乳糖的分解跟吸收有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呢 这些跟乳糖代谢有关系的基因 会被绑在同一组 一个操纵组 叫做乳糖操纵组当中 所以也就是 原和生物很特别的是 那对某一个特定的生理现象 它的相关基因 会全部摆在一个操纵组里面 那当这一个生理现象要执行的时候 他们是用同一个启动子 同个启动子去开启这些构造基因 同时开启这些构造基因 藉由这些构造基因 转入转易产生的酵素 来针对特定的生理现象 比如我们今天讲的乳糖的吸收跟分解 有关系的酵素全部在同一个操纵组里面 当它启动的时候呢 这三个构造基因就会同时转入转移出对应的酵素跟蛋白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乳糖操纵组的部分基本上涵盖了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启动子 一个叫操作子 一个叫做构造基因 那构造基因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好那前面两个有一个叫启动子跟操作子 好各位同学你回忆一下 老师之前曾经讲过圈圈子 什么什么子是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指的是具有特定功能的DNA片段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单元里面 你要熟记什么叫做启动子 什么叫做操作子 那启动子大家应该是不陌生了 我们之前在讲转入的时候就提过启动子 启动子是具有什么功能的DNA片段 各位同学你想想看我游标子的地方 这个叫做RNA聚合酶 还记得吗 在转入的时候RNA聚合酶要找到启动子 在这个地方降落 然后接下来呢 从这个启动子这个地方往后开始进行转入的作用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RNA聚合酶就像直升机一样 那启动子这个就像直升机降落的那个基地的平台一样 它要从这里开始跟DNA结合之后 而后开始进行所谓的转入作用 好所以这是启动子 好接下来这个叫做操作子 那操作子则这段DNA有什么功能 它对于整个操纵组来说 它就像是一个电源开关一样 所以电源开关就是它让这一个操纵组 要不要顺利的开启转入 有转入才会有转易 有转易才会产生特定的蛋白质 OK 像它有点像是开关一样 那这个开关平常有谁控制 有一个东西 就红色这个部分 各位同学看我优标的地方 那我优标的地方画这红色的部分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抑制蛋白 所以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以乳糖操纵组来说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呢 这个抑制蛋白会去跟操作子结合 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 当这个抑制蛋白卡在操作子上的时候 这个RLG合酶 容不容易放到启动子上面 即使粘上去之后 它也没办法往后滑 去转入后面的构造基因 所以也就是当抑制蛋白跟操作子结合的时候 整个操纵组是被关闭的 所谓的关闭就是 它后面的构造基因无法转入跟转移 所以我们才会叫它抑制蛋白 所以抑制蛋白是抑制这个乳糖操纵组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这红色的这个抑制蛋白呢 它主要是跟操作子结合 来把整个构造基因呢 让它无法转入 不会转入就不会转移 OK 所以它就是操作子的这个部分 就有点像开关 它的主要目的就跟抑制蛋白结合 那抑制蛋白又是谁产生的呢 抑制蛋白又是在启动子的左方 好 那这个地方老师给你们补充一个重点 一般我们在基因里面 只要是在DNA的左边 我们叫做上游 所谓的上游就是那个河流的上游上游 一般来说我们的潜规则是这样 一条DNA的左边 我们叫上游 那相对来说 一个条DNA的右边叫下游 所以以这个图来说 我们可以说启动子 位在操作子的上游 OK 构造基因是在启动子的下游 等一下你在讲 又会看到这几个名字 就写奇怪什么叫上游跟下游 所以上游跟下游指的是 左边跟右边的意思 各位同学你可以想象 就像河流一样它的水是从左边流到右边 那我们就把左边叫上游 右边叫下游 那上游跟下游是相对的 看你在讲什么东西 OK 好那在启动子的上游呢 有一个叫调节基因 我们把叫LEG LEG一样是 它指的是那个乳糖的意思 I就是Incubition 就是意志的意思 所以调节基因这个地方以乳糖操作组来说 它叫做LEG I 它未来会转入跟转移 转入形成MMA 你看我优标子的地方 然后在转移形成特定的抑制性蛋白 最后去关闭 关闭整个操作组 OK 所以调节基因的功能 它是在产生 转入转移产生抑制性蛋白 它在启动子左边 它在启动子上游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同学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般讲的操作组是不含调节基因的 这蛮重要的 越调很喜欢考 一般我们的操作组 你看我图形 以乳糖操作组为例 它只包含了 启动子 操作子 跟构造基因 三个构造基因 那在其他的操作组一样 操作组就包含了启动子 操作子 跟构造基因 那不同的操作组 它主要差别会是在 构造基因的量会不太一样 构造基因的量会不太一样 OK 好那 你发现我上面的文字的部分 跟下面的图形的配色 是有对应的 启动子我们就用成绿色 操作子我就用成 这个橘色 那构造基因的部分 我就用成蓝色 好那以上是主要 我们针对这个图 各个DNA抑制性蛋白 我们做一个粗浅的介绍 那现在请同学翻到你讲义的156页 那这156页呢 有一些 关于这个操作组的部分 我们带同学来看一下 那同学你看一下 156页上面的表格 启动子是什么 第一个 刮户1上色 原核跟增核皆有 它是转入时提供RNA聚合酶附着的 特定DNA片段 OK 发现 好 位在构造基因的上游 上面有讲那个 为转入开始的DNA 这个我想你看就知道 那启动子位在结构基因 也叫构造基因 都可以啊 因为他的英文叫 Structural gene Structural gene 的上游 你看一下现在头一面的图 对不对 结构基因 启动子是 启动子是不是在结构基因的上游 OK 好 那启动 特定的启动子 可以启动特定的基因 开始进行转入 这我们应该都知道 好 第二个叫操作值 它有如基因表现的开关 发现 这句话 可和抑制性蛋白结合 来决定 DNA RNA聚合 是否能附着在启动子 OK 所以你看看哦 上一张图 上一张图 OK 如果抑制性蛋白结合在这里 RNA聚合酶根本连 连上去 坐落在启动子上面都没有机会 所以RNA聚合酶没有办法 跟启动子结合 它就没有办法开启后面 转 刺激转入后面的构造基因 OK 所以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值 OK 好 那位置的部分呢 你自己看就可以了 那结构基因 它主要就产生一些 蛋白质产物的多个基因 后面发现 若在同一个操作组内的构造 进行结 蛋白质产物的功能 会有相关性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讲 Leg Z Leg Y Leg A 这三个结构基因呢 基本上跟乳糖的吸收 跟分解有关 好 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 后面一句话发现 他说调节基因 此片段不含在操作组的组中 他调节基因不属于操作组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那调节基因的主要功能是 产生有活性 或没有活性的抑制性蛋白 OK 看他转入出来的抑制性蛋白 有没有活性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以乳糖操作组 跟色胺酸操作组 来介绍一下 他们产生的抑制性蛋白 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好 那剩下的我想你可以自己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回到头影片的部分 那这张头影片主要是在讲 乳糖操作组 那启动者操作组的一个讲法 在不同的操作组 其实功能都差不多 那在乳糖操作组的结构基因来说的话 它会产生三种跟乳糖 吸收跟分解有关系的酵素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OK 那调节基因可以转入转移出 抑制性蛋白 它会在启动子的上游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环境当中缺乏乳糖 我们同学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但环境中缺乏乳糖 请问我这个乳糖操作组的结构基因需要表现吗 不用嘛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调节基因就会转入出mRNA 就会进一步转移入抑制性蛋白 那这时候抑制性蛋白就会跟操作结合 那这时候抑制性蛋白就上不去啊 哇你看哦 卡不上不去啊 你看再看一次 哇哦 上不去 那上不去结合不上去 它就没有办法转入后面的结构基因 那没办法转入后面的结构基因 就不会产生一些跟乳糖分解跟吸收有关系的酵素 那这一个大肠感觉就不会吸收环境中的乳糖 OK 所以就没有结构基因的产物 那如果环境当中呢 没有葡萄糖 如果有葡萄糖跟有乳糖的话 那这个大肠感觉会优先先吸收葡萄糖 如果环境当中 没有葡萄糖 有乳糖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乳糖 就会跟 你再看一次 这个如果操作值 这个抑制性蛋白 结合在操作值上的时候 这个乳糖出现的时候 你看哦 操作值它后方是不是有个小凹槽 那这个小凹槽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小凹槽就是乳糖的结合味 当乳糖出现的时候 乳糖就会去跟这一个操作值结合 那个抑制性蛋白结合 当抑制性蛋白结合之后 就会使抑制性蛋白的结构改变 一旦结构改变之后呢 它就不能跟操作值结合 那这时候抑制性蛋白跟操作值分开之后 这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RNA聚合酶就可以结合在启动值上 对不对 一旦结合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滑到后面的结构基因 开始转入后面的结构基因 那有转入 就会转移出特定的蛋白质 那Leg Z、Leg A、Leg Y呢 这三个就会分别转入出三个多态链 AVC 那这个AVC三个多态链 未来再折叠出特定构型的蛋白质之后 就会产生这三个结构基因 所要产生的酵素的功能 那这三个酵素呢 这三个酵素都跟乳糖代谢有关 等一下我们会用下一张投影片 跟同学讲 那这三个酵素分别是什么 好,那这时候乳糖呢 来,这时候乳糖 它对于整个操纵组叫做诱导物 各位同学你可以想象 在没有乳糖的状况之下 这个操纵组是不会表现出它的结构基因 这时候乳糖出界它会诱导 Inducer I-N-D-U-C-E-R Inducer 它不然有一个Inducer诱导物的角色 它会诱导这一个操纵组 开始火化 结构基因开始转入跟转移 所以这时候乳糖的角色 我们叫做诱导物 诱导物 也因为乳糖就叫诱导物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操纵组 叫做诱导型操纵组 就是它诱导 它需要诱导的状况 诱导物的存在的状态之下 它这个操纵组的结构基因才会表现 好,那这张投影片的内容呢 同学你可以把它写在你156页下面 最下面这个图 事实上 这三个结构基因 到底会产生什么效素 你可以把那个蓝色框框的字写下来 蓝色框框的字 就我优标子的地方 蓝色框框的字写下来 然后你也可以再讲运那个结构基因的 A写上Leg Z 然后B基因B写上Leg Y 然后C基因写上Leg A 它们分别会转入转移出什么样的效素呢 Leg Z会转移出β半乳糖肝酶酶 它的功能是 产生的效素可以把乳糖分解成 把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半乳糖 当然大肠肝菌主要要使用的是葡萄糖 做有氧呼吸的能量物质来源 那第二个Leg Y 同学你可以先操了 我故意讲语速慢一点 让你有时间可以写 Leg Y 它产生的效素叫做胜入酶 胜入胜入 你想看名字都知道 它会协助传送乳糖进入细胞 就是这个大肠感觉要吸收乳糖 那第三个效素叫Leg A 它的基因叫做Leg A 它产生的效素名称叫做乙吸气转化酶 那这乙吸气转化酶 从1960年代到现在 功能还不是很确定 功能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们只知道 它跟乳糖的分解代谢吸收有关系 至于它详细作用极致 目前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 它功能不确定 所以整体说来它的结构基因就是跟乳糖的代谢吸收有关系 好那以上所介绍的是乳糖操纵组 你们的月考一定会考乳糖操纵组 因为乳糖操纵组是这个4-3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请同学翻到讲义的157页 那157页下面有一个 叫做色胺酸操纵组 这是属于补充资料 以前叫做指考 现在叫分科测研 曾经考过色胺酸操纵组 我觉得你也稍微听一下 我介绍一下色胺酸操纵组 但是它是把它放在百科里面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大肠杆菌的色胺酸操纵组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色胺酸操纵组 它那个作用机制跟乳糖操纵组 有一点点不一样 首先呢 在没有色胺酸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纵组 所有的操纵组都一样 它包含了一个启动值 一个操作值跟若干的结构基因 那以这个色胺酸操纵组 它总共会有五个结构基因 那这五个结构基因 会跟色胺酸的合成有关系 好 平常状况之下 这个调节基因呢 产生的抑制性蛋白是没有办法 跟这个操纵组结合的 OK 好 先听老师讲 那讲一157的部分 你有空再回去自己仔细的看 所以在正常 在没有色胺酸的状况之下呢 这个RNA聚合酶 就会结合在启动值上面 然后开始转入结构基因 那未来就转移出 五种不同的酵素蛋白质 那跟色胺酸的合成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没有色胺酸存在的状况之下 大肠杆菌的色胺酸操纵组 会不断地转入转移 它的操纵组会被打开 然后它不断地转入跟转移 它的结构基因 而结构基因产生这五个酵素呢 都跟色胺酸的合成有关 可是当色胺酸太多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你看一下 抑制性蛋白上面有个位置 它好像可以跟色胺酸结合 对不对 仔细看一下哦 所以当色胺酸过多的时候呢 色胺酸就会跟抑制性蛋白结合 结合之后就会使抑制蛋白的结构改变 那抑制蛋白就会跟操作质结合 那这时候 那聚合酶就上不去了 所以后面的结构基因就不会被转入 不会被转入就不会被转移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五个酵素就不会生成 那色胺酸的合成就会停止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色胺酸 那因此我们把色胺酸操纵组 叫做抑制性的操纵组 什么叫抑制性 就是当色胺酸过多的时候 色胺酸会扮演一个像是 一个叫共同抑制物 以这一个操纵组来说 抑制物是抑制蛋白 那色胺酸是共同形成 让这个抑制性蛋白有活性 所以它就共同抑制物 它是透过色胺酸的过量 产生抑制性的效果 让它的结构基因无法进行转入 那我们把这样的操纵组 叫做抑制性操纵组 那同学回想一下 刚刚乳糖操作的组叫做什么 叫做诱导性操纵组 它是要在乳糖出现 有诱导物出现的时候 它的操纵组才会open 它会开始进行转入跟转移 它的结构基因 那抑制性操纵组反而相反 是平常会表现这个操纵组的结构基因 是当共同抑制物像色胺酸出现的时候 它会关闭它的操纵组 所以它的操纵组呢 色胺酸操纵组的操纵组跟主胺操纵组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乳糖叫做诱导物 那这个地方色胺酸叫做共同抑制物 好那157页下面的内容我想就给你当多补充资料 你回去可以自己看 好 接下来请同学翻到158页 158页呢最上面我们来讲增核细胞的基因表现调扣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不去谈细节 那增核生活怎么去表现 怎么去所谓的表现基因 就是能够转入特定的基因 转入转移特定的基因 让它产生特定的性状跟蛋白质 那这个地方很复杂 包含这个什么DNA的甲基化跟乙烯化 那那个等到你大学再学 那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主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接下来最后一张投影评的内容 基因的表现不论是原核增核 都把我一个叫经济原则 我有需要再产生 我的基因有需要再表现 所以基因表现就是它透过转入 这个基因透过转入转移 产生特定的蛋白质 有蛋白质是执行功能 这个叫基因表现 所以有需要我再产生蛋白质 没有需要我就不要产生蛋白质 这叫经济原则 那所以呢 我在从基因到产生蛋白质的过程当中 我每个步骤都可以 是我调控基因表现的手段跟方法 比如说 我优标指的地方 我让基因不要转入 就不会转移 不会转移就不会产生特定蛋白质 它基因就不会表现 或者是我可以改变基因转入的效率 让那效率变好或变差 它也会影响到最后基因表现的程度 所以从转入的地方我可以下手 接下来呢 以增核细胞来说呢 它变成真正有功能的mRNA之前呢 它还有一个叫后转入作用 所以在增核细胞我也可以在后转入作用的这个地方下手 让它后转入作用不要进行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去灌掉它的基因表现 好那有一些是从转移去下手 mRNA它产生蛋白质的过程 这就是转移 我可以灌掉转移作用 或是改变转移作用的效率 来达到控制基因表现的目的 或者是 我们都知道增核细胞 未来会在 粗超逆质网跟高际势体去做再修饰 去做那个 蛋白质修饰 我们之前有讲 上一节课有讲蛋白质修饰的内容 那我也可以让它最后产生蛋白质 不要修饰 不要修饰它就没有特定功能 它就没有办法执行特定的功能 用这样的方法去影响基因表现 不过 在整个基因的经济原则上面 我从哪一个步骤 你看哦 我优标画的这个地方是 1.改变基因的转入效率 2.改变转移的效率 3.影响蛋白质的修饰 1.2.3 你觉得如果我今天基因不表现 从哪个地方下手 这是最符合经济原则 我从哪个部分下手去处理 是最符合谁的基因表现 调控的经济原则 是不是又前面 我不要让你做到最后面 都已经蛋白质都生成了 你花很多时间和能量做出蛋白质 最后告诉你的蛋白质没有用 这个感觉是功亏一篑 所以一般基因 叫调控 大部分都是从转入这个地方 就是下手 你要表现就让你转入 不表现就把它转入 给你停下来 给你中止下来 好 那原核细胞是用操纵组的方式 用一个启动子 一个操作子 跟一群结构精来调整 对于某一个生理现象的基因表现 它是用操纵组的方式 那增核细胞没有操纵组 那调控又比原核细胞复杂 那这个我们会在大学再说 那多细胞生物会藉由 让不同细胞呢 开启不同的特定的基因 能达到细胞分化的效果 好 那以上我们这节 关于4-3基因表现调控 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 等一下有Q&A时间 万一同学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提出来讨论